首先請到我們丁曉雯老師 請說講評 祥穎 本來音色就是不錯的 我發覺你選的台語歌 如果選曲恰當的話 聽起來真的是別有韻味 今天這個歌 它本身也是比較紋的 但是我覺得也就是會暴露出 祥穎一直以來有一個弱點 就是你今天在鋪陳 整首歌的結構的時候 一開始尤其是唱A段 我們都覺得好好聽 因為你的語氣 你的聲音都好 但是如果說我們現在要重複 開始要重複 副歌 開始層次要往上推的時候 就會略顯出響音你在層次的 這個處理上面 有的時候會少了一點力度 力度有時候來自於你的語氣 它不一定要很大聲 有時候很大聲 其實我們不覺得有力度 只會覺得哇哦 大喊大叫 所以這個部分 祥穎還要再去體會 另外一個就是 畢竟台語歌 它本身台語的咬字 會有一些小小的音韻 那這個部分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有技術的 非常高超的技巧 我是真的沒有辦法來示範 所以我想請 台語比我好的帥哥徐富凱 來 為我們示範一下 因為很多小小的咬字發音的 那些眉眉嘎嘎 是很重要的 台語歌的有時候的美感 來自於這個語言本身的美感 好不好 所以小凱 謝謝 謝謝 小凱是採笑的天 到底早起到你 全有落過天的寧起點 幸好啊是安粥 也唱水驚當一般 就唱唱歌就無憂的歌 花米愛綠夢的喜 金牙修喜都尾 算日大路老的路歎去 年轮的夜都情 只事长的一处虚 虽然生苦味 虽然天 年轮的夜都情 只事长的一处虚 虽然生苦味 虽然天 虽然生苦味 虽然生苦味 上周並列第一名 谢祥颖 本周《愛最棒的席》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老師現在越來越嚴格 因為延師出高途 謝祥颖可以帶來幾分呢 89.4 89.5 有沒有能突破90呢 90分了 還有沒有加油一下 90.1 90.1 90.2 90.2分 恭喜 謝謝老師 好 到底能不能衝擊 我們的衛冕者的待會兒看看 目前90.2分 還是排名在 五位選手當中的隻手 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 接下來請掌聲 歡迎我們的衛冕者蔡佳蓁 歡迎